娱乐圈的大部分女性都十分高调 特别是当红的流量小花 曝光率高到每天都能看见她们的新闻 而娱乐圈中还有一位十分低调的女性 她不仅演技出众 颜值更是不输其他小花 但她出道以来一直都没有大火 她就是舒畅 舒畅五岁就进入了演艺圈 她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演员 更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相信很多观众都看过《魔幻手机》这部剧 舒畅颜值演技都在线 给很多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但是舒畅的童年生活却并不是那么美好 在她五个月大时 父母就选择了离婚 母亲独自带着她到北京生活 到北京后母女租了一间八平方米的房子 舒畅的妈妈靠给人做饭 洗衣维持生活 一过就是十年 舒畅可以说是当今娱乐圈最有观众缘的女演员 她不仅演技好 人品也很好 几乎没有什么绯闻 每部作品都非常用心 从《金粉世家》中的金梅丽 到《魔幻手机》中的傻妞 再到《鹿顶记》中的《剑宁公主》 每个角色演得都很出彩 在电视剧《公所珠联》中 舒畅更是一人分饰两绝 把牡丹和海棠完完全全地演出了两种感觉 海棠这个角色还突破了以往的形象 将手段狠毒的非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舒畅出道二十多年 人美心善 优秀作品不少 演技秒杀很多小花 却一直没有大红大紫 导致很多网友都为舒畅鸣不平 称舒畅不红 天理不容 其实舒畅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演员 并不是明星 一般明星恨不得天天曝光 只有舒畅一拍完戏就立刻消失 去年更是大半年都在外旅游 享受自己的生活 像她这样的女星真的很少见 希望她在保持自己生活的同时 也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更多圈里圈外的故事 请关注于圈小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